艺术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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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台北欢迎您 哈喽,欢迎收听艺术新鲜 阿台北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VV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从10月25号到28号 在台北的世贸一馆 盛大展开 欢迎各位前来现场 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这个时段的主题呢 是艺术赔利计划的未来 非盈利基金会 如何塑造下一代的创造者 我们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 红梅文化艺术基金会的 林静文执行长 执行长好 VV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听到红梅红梅 其实在艺术产业 这两个字并不会觉得太陌生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 第一个是红梅新人奖 那第二个可能是 近期还成立的 红梅国际艺术村 那我们就先来请问一下 林静文执行长 红梅新人奖这个奖项 当初是为什么成立的呢 OK红梅新人奖 其实是董事长 我们陈天顺 陈董事长 2008年成立 红梅基金会之后呢 然后他之后在2013年 他觉得好像是遇到一些艺术创作者 他们了解到年轻的艺术家跟一平家 其实很难再离开校园到 变成一个成熟 可以独立自主的艺术创作者 这中间需要培养跟支持 那也因此在2013年的时候 设置了红梅新人奖 那这个奖项一直持续办理到 去年我们办完最后一届的展览为止 是 因为我刚刚有跟林执行商有聊过 其实这个红梅新人奖很有意思 他不只是支持艺术家 也支持了艺术评论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啊 对 因为红梅新人奖一开始呢 我们会觉得说 艺术家是做艺术创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才需要关注的对象 那在红梅新人奖设置的当时 因为我们的董事成员里面 有一位董事成员 是廖新田廖老师 那廖老师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着力 在艺术评论的部分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台湾艺术评论者 那也是因为董事成员的关系 我们除了关注艺术创作的年轻人之外 我们也觉得艺术类的年轻创作者 也需要关注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 红梅新人奖成立的第二年 就把艺术类的奖项加进来 所以每一年会有十位艺术创作者入围 其中五位是艺术创作者 然后另外五位是一评价 所以真的是前人重述 后人成两 如果说没有廖老师这样子的角色 在董事里面的话 可能我们艺术评论者 可能也比较不容易被大家看见 对 我们也很荣幸有机会 因为廖老师在董事会上面的建议 我们因此红梅新人奖一直办理以来 就觉得说我们很开心地发掘了 非常非常棒的年轻的艺术家 然后他们现在慢慢地也在 艺术产业里面发挥了自己的能量跟能力 是 那其实我们的红梅文化艺术基金会 也在2022年成立了红梅国际艺术村吗 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 它是红梅新人奖的一个转型吗 可以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应该是在2022年的时候 开始启动在设计规划 红梅国际艺术村 是 那因为过去我们一直用奖赛的机制 来培育年轻的艺术创作者跟艺术家 那董事长一直觉得说 其实我们从成立红梅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鼓励文化跟艺术这个目标上面 并不是只有限制在一个奖项的提供 或者是对于年轻人的扶植 而且是更需要跟在地有一些连结 所以一路办下来 虽然我们的红梅新人奖 其实是博有成绩的 也拿到两次的文化部的文新奖之外 我们也觉得说 是不是透过一些方式 可以更实体化的去打造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更大范围的 超越年龄 超越艺术创作的类别 然后甚至更能够跟在地接轨 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可以去跟世界沟通 可以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所以才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启动规划 红梅国际艺术村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其实在今年已经开始 试办艺术进驻 然后也在前面的有一栋主建筑 已经整修完成 后面还有很大一片山坡地 大概4000坪 我们预计在明年会把它陆陆续续的 环境再整理得更好 那我有注意到就是我们的红梅国际艺术村 好像落职在新竹 为什么会选在新竹呢 是跟基金会本身有什么样大的牵绊吗 理解 我这边先分享一下 红梅文化艺术基金会 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 那它成立的初衷是由于 董事长陈天顺跟他的五位兄弟姐妹 为了要荣耀他自己的父母 然后希望能够在家乡成立一个基金会 去回馈社会 那基金会的名称 红跟梅事实上就是 董事长的爸爸跟妈妈的 其中一个名字提取出来成立的 那新竹也等于是 董事长跟他兄弟姐妹家族的一个家乡 所以应该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面 红梅是被在自己的董事长 出生成长的一个家乡 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世界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新竹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透镜 能够让新竹去跟世界沟通 然后去做国际文化交流 是 所以红梅国际艺术村 它其实现在已经有艺术家 就是进驻了吗 有 我们今年其实做了 现在正在第三次的艺术师班进驻 我们一次在五月份 办了一个月的 有四位艺术家进驻 然后第二次在七月份 也是一个月 那这一次在九到十二月份 其实今天我特别跟同事们说 我把那个工作室开放日留给他们办 我特别来参加这个节目 现在艺术家们跟我们的同仁 正在我们的国际艺术村里面 办Open Studio 哇 是是是是很棒耶 也非常感谢临时清场 愿意来我们节目受访 对一定要的 要Promo我们的艺术家 是 那像对于就是过去 可能有参与过红梅星人 讲到现在的红梅国际艺术村 就是中间 其实好像都扣紧了一个核心 叫做陪伴 对 我们陪伴跟支持 是两个非常非常大的元素 那我们希望陪伴是一种深度的陪伴 所以从红梅星人讲的 奖赛制度里边 到现在目前国际艺术 祝村的一个精神上面 我们都不是说是 艺术家拿作品来 我们给他平等 然后得奖就结束了 而是我们期待 透过一个平台的设置 或是一个机制的设置 让艺术家在上面 可以更能够精进自己 或是开创不同的可能性 或去做不同的冒险跟尝试 所以从过去 红梅星人讲 在赛制上面 我们在艺术创作类 其实是希望 艺术创作者 他拿过去的作品来 我们是选人 不选作品 他入围之后 我们期待他 他提出年度的精进计划 然后由老师们 不断地陪伴他 一整年之后 在第二年才帮他们办展览 那艺术家的部分 算是国内比较少的 那我们透过艺术家的机制 会是 等于是基金会 委托他写一篇 我们培植的艺术家 要展出的一个艺术作品 其他有三篇作品 是由艺术家自己 探索他自己有兴趣 或是想要发展的主题 然后去写出 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作品来 然后我们还有不同的机制 例如说 我们有线上的艺术平台 我们有官网 我们也鼓励他们跟各式各样的 报章杂志合作或是联络 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不同的媒体上面 是 那我们现在的红梅国际艺术村 它的驻村的项目 除了创作的艺术家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角色 也可以申请 目前我们艺术村 现阶段会期待是 以三个月作为一期的驻村计划 然后预计明年开始 我们会有两期的驻村 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透过 艺术驻村的方式 打开不同的艺术类别 那慢慢的将来有 非常期待能够从 原来的红明星人讲的平面 还有立体性的创作的媒材 扩展到任何其他的 我举例来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试办 艺术进驻的时候 也已经有这样子的尝试了 像说我们第一期 进驻的艺术家里面 有一位是刘志宏 对 志宏他其实是有做声音地景 相关的艺术 然后他也对陶艺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邀请他来 是作为我们的 试办艺术进驻的艺术家 搭配另外几位 是我们红明艺术创作者 我们简直是红明星人 那我们刚好那个时候 我认识我们艺术村附近的 一个陶艺家 他刚好有柴烧窑要处理 我带着他们全部都去体验 所有的柴烧 从一刚开始到最后出窑的历程 那他们也觉得很棒 所以第二批的艺术家 我们还邀请了影像的艺术家 林冠明 然后另外行为的艺术家 是卫星岩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红明星人版画 是义琦 一起过来 那这一次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国际舞蹈的那个剧作家 亚森 是我们跟台湾艺文连线TASA一起合作 从欧洲邀请来的保加利亚集的比利时剧作家 哇 所以其实真的是国际艺术村 对 那因为现在还是示范期就已经有保加利亚 就是国际级的剧作家可以来驻村 我们蛮幸运的 也因为刚好跟前一阵子有那个全球驻村年会 然后我们也跟TASA有相关的合作 所以也非常幸运的 也就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洽谈 然后跟TASA合作 有国际的剧作家也进驻 而且我们还努力的帮国际的剧作家 安排了跟竹北高中 算是台湾非常棒的舞蹈专业班级的一个高中 我们还进到校园里面去做Washout 所以其实我们的活动范围 已经不仅是在艺术村里面了 因为其实我有感觉到 董事长很想要回馈给自己的家乡 所以应该是新竹地区 不管是学校或是其他教育场域 未来如果有机会 都是有机会跟红梅国级艺术村做一些互动 对 我们会希望是透过不同的交流跟合作跟各个单位 是可以把这些艺术的美好的东西扩展出去 是 那选址在新竹占地又这么大 那艺术家整个住村的过程中跟自然之间接触的机会大吗? 非常大 我们其实是有一栋大概四层楼的建筑 里边会有艺术家生活跟居住的地方 那我们整间目前有四间房间是套房式的 所以每位艺术家有一个很舒适的居住的环境 然后我们有公共空间 他可以在里面休息 可以有一个共用的厨房 共用的用餐的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到附近新竹的老街上面的传统市场买买菜 然后一起煮东西吃 因为他们也已经发生了 还会一起烤肉 对 然后楼上三楼是一个多功能的展览空间 四楼是一个小型的沙龙 和多功能的体验空间 同时也配备有三间独立的艺术家工作室 所以艺术家可以在一二楼这边休息跟生活 在三四楼进行创作跟展演 那未来我们后面的园区 也会希望有一些艺术家的创作跟居住 合并在一起的小屋子会设置 那将来可能可以增加艺术家进驻的人数 那同时呢 因为后面是一个山坡形的区域 那我们会有很棒的 很巨大的橄榄树跟树林 也有一个森林间的平台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小的池塘 那旁边有个茶屋 而且茶屋旁边有农园 还有露天的窑灶 所以我们其实在创作的类型上面 或是说跟自然的接触上面 其实是可以非常的在地 那现阶段我们有一位艺术家 是染之类的艺术家叫陈颖婷 那颖婷呢 她在进驻来我们艺术村之后 其实她这几天 这一两个月 她都在附近走 她就把我们园区里面 很多很棒的树叶啦 那些植物啊 都把它采摘下来 去做植物染 所以她现在如果说 大家下午还有时间 是在新浦附近 真的可以去艺术村走一走 可以进到她工作室 里面可以有她园区里面 采的牛奶果的树叶 染出来的颜色 跟我们附近的试染工坊 合作染的试染 然后她也酿造了很多 可以染的染液 还有其他像说 菠萝蜜啊 或是其他的叶子 做出来的染色都不一样 非常非常有趣 我觉得简直就是用 我们的整个园区里面的 植物跟地景 创造出来的颜色色票一样 是我感觉到 因为从刚刚林志欣长 有提到很多共同 可能是一起用餐一起煮饭的时间跟空间 因为其实艺术家 祝村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交流 因为交流总是可以做不同的碰撞 尤其我今天可能是绘画的 你是雕塑的 你是逃逸的 我们在我们各自领域的专业里面 可能提出一些 你在绘画上可能不曾想过 要这样子创作 它就是一个idea很棒的交流 但是除此之外呢 它附近的自然景观 自然其实也是最能引发我们人沉思 跟有一些自我想法的疏离的一个 很好的要素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坐落在山边的先进 可是又有很多同样都是艺术爱好者 可以做交流的一个很棒的天地 对没错 那除了自然环境之外呢 其实周边历史跟人文的状态 也非常的丰厚 因为新浦是一个客家聚落 那新浦有全台湾数量最多 最稠密的家庙 所以这个地方在整个的人文 或者说你随时都可以听到客家人 那你进到市场里面 你会发现说 哇会有各式各样客家人 擅长的腌制的食物 或是特殊的像板条啊 水烟墙啊 别的地方麻糬啊之类的 就别的地方比较相对来说 找不到或者是比较少见的一些食材 那在那边都可以很蓬勃的发展 那举例来说 我们在前两个月 Race Art 台北 等于是说全球祝春年会在台湾 举办的时候 刚好有一些国际祝春工作者 他们也去那里 我就带他们去小旅行 哇他们简直就觉得说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跟台北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待在台北 跟台北是截然不同的 文化跟人文的风光这样子 是 那现在是因为事办期间 所以三个月一起吗 还是说未来都会是 以三个月一起的形式征建呢 我们目前的设定是 明年会开始比较正式的艺术祝春 那每一期也是设定三个月 那希望明年可以执行两个期程 是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想要报名 或者是我想要参与了解更多的话 我大概什么时间去官方网站看 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呢 好的 我想应该是年底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 所以恐怕现阶段还没有办法 有一个真正非常solid的 详细的内容跟大家报告 不过很抱歉 不过我想我们的官网 也在年底会改版完成 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还有IG 也都非常欢迎 那我们是很贴心的单位 我们会把刚刚执行长提到的 所有的网址都贴在这个单集的单集简介 如果听众们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就直接往下滑 就会有相关的连接跟资料 提供大家的参考 那我还蛮好奇 因为红梅国际艺术村 我们刚刚听到了 有保加利亚的话剧家 就是进驻到村里面 那这个艺术村 它也会协助把我们台湾很棒的艺术家 或是艺术评论家 推到国际的舞台上去吗 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希望是未来 我们可以慢慢朝向去做 国际艺术进驻交换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这是我们的理想 那其实近期我也慢慢的 会跟一些单位接触 我会非常期待 有一些单位去支持我们 然后把台湾很棒的艺术家 还有国外很棒的艺术家 支持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去做国际艺术进驻交换 是那因为红梅国际艺术村 现在从2022年正式成立 开始做施工 现在也很多地方还在施工中 那我很蛮好奇的是 以这样子想要推广本土艺术家 把他们推向国际舞台 一个很棒的艺术村 在整个经营或者是专案执行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我想每一个艺文产业可能遭遇到的一些 比较辛苦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应该是说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有一个很有理想的董事长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方面前进 但是在未来 因为随着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scope越来越大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确觉得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起 而是要怎么样子 有更多不一样的资源来进驻 更多不一样的力量 不管是经济上面的 或者是任何其他非经济上面的资源 可以协助我们更拓展我们的事业 拓展我们的关系 拓展我们的能力 去帮助这些年轻人 可以 或者说更多更多 我想不只是年轻人 而是台湾值得支持的 可能是甚至是终生代的艺术家 可以有得到国际曝光的机会 所以未来我们应该会以各式各样的 比较独立的再另外开出来一些独立的计划 或是一些国际进驻交换的一些计划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那同时董事长这边也正在筹划 会希望成立一个红梅之友 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红梅之友参与的方式 能够支持艺术村继续往前进 是因为不管是艺术家 艺术评论者或者是基金会 甚至是设置这样这么棒的国际艺术村的单位 其实经营上来是会有点压力的 所以也希望广州各界 不管是金钱上的支持 或者是管道上的支持 或是资源曝光上的互换 其实都是非常欢迎的 没错 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VV 还有艺术生仙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访谈 让我们可以分享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我们的期待 然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 红梅有希望能够在 台湾的艺术生态圈里面 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然后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其实蛮鼓励艺术家们可以去参加筑村 因为我刚刚跟执行长有在稍微check名单吗 我们发现之前有得过很多红梅新人奖的这些艺术家们 现在很多都在我们的阿台北现场 不管是今年或选MIT的廖昭豪 或者是现在在很多画廊 就是被专业经济的艺术家 其实都曾经是红梅新人奖的得奖者 对 应该是说我们很幸运有他们 我常常都跟他们说你们都是我们的骄傲 对 像不管是张玉佳这一次也有参加 然后昭豪刚刚您提过 那我知道的是轩瑞也在宛如一郎 那邱逸晨今年也有在艺朴里面赞助 然后另外杨逸轩去年也是MIT的得主 他今年也有来参展 那应该还有更多的我知道 因为说实在话我觉得我们的红明星人 年轻人其实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他们唯一的缺点是超害羞的 都很低调 就是很低调 我都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总要去哪里展览要告诉我 然后他们就说不好意思啦 对 就是很低调 也请大家多多鼓励他们 支持他们 是 因为艺术家他其实最好的说话 或是表现自己的方式 就是在艺术创作上 所以我也访过很多艺术家 他们在语言的表达上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害羞 比较内敛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给予他们支持 那我们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林金文执行长 让我们看到从红明星人奖 到红明的国际艺术村 一路走来陪伴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从刚开始他们还是星人得奖的时候 到现在都已经在我们正式的 阿台北上遮遮发光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台湾的艺术产业也因为有像 红明艺术文教基金会这样的角色 而越来越健全 然后也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 让我们的艺术产业蓬勃发展 谢谢执行长 谢谢Vivi 谢谢大家 那我们的台北国际树博览会 从10月25号到28号 在台北的世贸艺馆 欢迎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 赶快进館来参观咯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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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